這些建築物算是我創作中很重要的靈感來源之一 一般人對於水墨的印象就是一些大山大水或是可能一些古畫 那其實他們當時在做也是他們當時的日常 那我現在也是把我的日常融入到我的畫面中 這一間簡陋的小房間裡是畫家邱逸寧的畫室 外面陽台是他每天吸取靈感的來源之地 眼前一棟棟的鐵皮建築和花草綠樹看似平常的景物 他卻佔這些畫為創作養分 一筆一墨畫出他的自我日常 那大山的時候因為上課也要跟老師討論做 那時候也沒有想法那時候我就去外面陽台 然後我就看 就其實因為就附近都很多公寓 然後我就覺得就是好像可以試試看 就是一個有時候就不知道為什麼就是一個靈感 然後就開始畫 那我作品其實有一些可能像牆面的部分 那他可能就是像我覺得人跟人之間的距離 很像隔了一道牆 一開始我可能在畫的時候我沒有想那麼多 但是是畫一畫之後畫面可能告訴了什麼 就是我跟作品有一種連結 這張由三連瓶拼湊而成的山海啟事 以北宋畫家范寬 西山行旅圖的山景入畫 融合現代建築景觀 是他學生時期初次參加全國美展 就獲得水墨類首獎的殊榮作品 這張真的是我覺得我唯一一張沒有多想 然後就進行的作品 這作品其實是在講環境 那他裡面有畫到西山行旅圖 他這個畫面的時間就是由古代到現代 畫面的左到右就是現在進行史 到未來是這樣 就是因為右邊就是被填滿的 海面是被填滿的 所以就是講到這個環境的問題 這張從兩扇川門外望 看見高掛在黑夜中的白色長條 刺雲刺煙 叫做等待留心的夜晚 他有一條很長的煙 那也有人覺得他是雲 會有煙是可能也是因為空氣污染吧 但是也是潛移默化的到畫面中 把他看成雲的人就會比較浪漫 那這個浪漫就是算是可以短暫的安慰自己 淹散了才看得到星星 作品《寂寞城市》畫面防滑景象 內心卻是無比孤單 天邊一躲雲和畫面緊鑼密布的裝瓦 形成強烈對比 海象求生須知 自我情緒隨著海水波濤洶湧 因為有幾幅作品裡面都有救生圈嘛 然後這就是希望 如果自己不會有 就要自己從自己的救生圈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就是在這片 就是茫茫人海裡面嘛 遇到很多各種人事物啊 然後各種情緒什麼的 那要如何去面對他這樣 年僅24歲的邱逸寧 在藝術道路上擁有自我的獨特風格 用自己的日常觀察 在筆摸之間盡情描繪出他的生活故事 在畫質上呈現出對內心的藝術堅持 努力揮灑個人的藝術天堂 那那時候我也說不出來 我也回答不出來 我也就是覺得說就是這樣 那後來有參加比賽 然後可能家人也會覺得說 就是對我做這件事會比較放心一點 對那我自己也會覺得說 原來我的作品也是可以 它會讓我有更有動力 那未來就是我會希望說 我一樣是可以在我理想中的那條路上 往前進那去做更多嘗試 也希望對創作這件事保持熱情 然後現在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現在是最有能量的時候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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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